iPhone将采用QLC闪存 这背后的秘密你知道吗 大家好 这里是顶条视频 近期科技圈传来震撼消息 iPhone或将采用QLC闪存技术 这一变动瞬间在行业内激起千层了 QLC全称为Quarter Level Cell 相比传统的TLC和MLC闪存 它能在单个存储单元中存储四位数据 极大的提升了存储密度 这意味着 未来的iPhone可能会拥有更大的存储容量 甚至高达RTB 然而 这一技术变革并非毫无争议 QLC闪存在提高存储效率的同时 也面临着耐用性和可靠性的挑战 每个存储单元写入次数的增加 让数据保留时间成为关注焦点 苹果此举 无疑是在成本与性能之间 寻找最佳平衡点 但对于追求极致体验的果粉来说 这一变化 无疑引发了诸多猜测和讨论 iPhone采用QLC闪存 是科技进步的必然 还是妥协之举 你的看法是什么 快来留言分享吧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